它是好莱坞最非主流的电影 因为它没有任何主流电影该有的价值观 也没有任何内在的影射和讽刺 有的只是极致的暴力美学与善恶对立 巨型城市一号 核战后地球仅剩的最后一座城市 一墙之隔的是被诅咒的荒漠 而墙内却也是钢筋混凝土的黑暗森林 全世界仅剩的8亿人口被囚禁在这废墟之中 资源的短缺加上膨胀的人口 让犯罪和暴力成为了常态 面对平均每分钟12起的犯罪事件 一群以暴制暴特殊的执法者特警判官应遇而生 他们拥有审判 裁决以及先斩后奏的无上权利 而有着20多年执法经验的雷德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轻松完成从查案到裁决一条龙服务的雷德 被上司召回到了总部 上司交给他一个特殊的新任务 让他亲自考核眼前这个名叫阿珍的新人判官 因为阿珍是辐射过后特殊的变种人 并且拥有心灵感应的超能力 而这种特殊的能力正是他们所急需的 也就在雷德带着阿珍挑选考核案件时 一栋巨型大楼内也同时发生了一起三重命案 三名黑帮分子被人从200层的高楼扔下 直接摔成了肉泥 两人飞快地赶到了案发现场 雷德通过调查 判断出三人是得罪了帮派分子后受到了处罚性杀戮 又经过楼内一名医务人员的引导后 他们直接锁定了大楼内最大的贩毒帮派妈妈帮 帮派的首领是一个被称为毒妈的女人 原本只是一名普通舞女的她 在被人毁容后性情大变 不但报了仇还成功转行 靠着残忍暴力的手段 她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将整栋大楼的其余帮派扫除 彻底地掌控了这栋200层的大楼 如今的她说是一手遮天也不为伯 但雷德偏偏不信这个邪 她通过受害者的公寓位置 找到了在这一层活动的帮派分子 雷德用炸弹将大门炸开后 房间内的众人还在享受一种 名叫卖不动的置换药剂 这是一种能缩短大脑反应速度的新型毒品 在服下后会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放慢了100倍 借着药剂的影响 两人很轻松地就将这一群人制服 可就在这时 阿珍通过她的心灵感应 察觉到眼前这个光头男刚好就是这起案件的凶手 可看着他闭口不言的态度 雷德只好决定将他先带回去再慢慢审讯 两人带着光头老刚来到门口 厚重的阀门突然间直接落了下来 接着整栋大楼的所有门窗都被封锁 原来独妈的手下也通过监控看到了光头被带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她立马通知了独妈 独妈很清楚如果光头被审讯 那她隐藏在黑暗中的犯罪秘密也会直接泄露 于是她立马让手下入侵了大楼的控制系统 接着成功骗取授权后迅速将整栋大楼封锁 随后独妈的声音也从楼内的广播中传了出来 一瞬间所有楼层的帮派分子清朝出洞 其余的居民们也全都恐惧地逃回了家中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雷德立马呼叫支援 可两人的通讯设备在封锁之下也全部失灵 就在这时 他们被巡查的帮派分子发现 经验丰富的雷德让阿珍戴上呼吸装置后 他朝着楼道内扔下了两枚烟雾弹 接着利用烟雾的掩护迅速解决了战斗 三人乘坐电梯来到了医务室所在的楼层 解决掉电梯口的守卫后 他们却发现医务室也被帮派分子包围 雷德悄悄地朝地上扔出一枚眩晕弹 解决完第二波战斗后 雷德本想去医务室进行修整防御 但害怕被波及的医务人员却拒绝给他开门 雷德也没有继续劝说了 在现如今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 他们只能选择节省但要来尽可能地活下去 可很快 来到楼道内的他们又遇到了另一波搜查的帮派分子 就在即将被发现时 阿珍通过心灵感应得知了身后住户的名字 他诱导女主人将门打开后 他们才侥幸逃过一劫 而女主人也害怕被波及 赶紧告诉他们这一层有一部货梯能够通往更高的楼层 可就在三人乘坐货梯来到76楼时 独妈也通过监控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他立马将这一层楼的出入口全部封闭 接着在楼道里毫无顾忌地架起了三架加特灵 发现雷德的踪迹后 熟悉的哒哒哒哒哒哒就像死神的丧众 无差别地涂露着这一层所有的比方巨蟻 任何墙面或掩体在这强大的火力覆盖下 脆弱的就像豆腐一样 拥有主角光环的雷德在枪林弹雨中惊险穿行 哪怕火力在密集也无法伤他分毫 在和阿珍会合后 他突然发现对面的墙体竟能被子弹洞穿 他立马将枪切换成爆破弹 成功地将外墙打开了一个缺口 接着迅速地跳到阳台上才成功地喘口气 在看到通讯设备恢复信号后 他又立马联系总部呼叫了支援 另一边 独妈派遣手下准备搜寻他们的尸体 但突然一声枪响过后 在他不可置信的眼神中 活蹦乱跳的雷德竟当着他的面 挑衅般地将他的手下扔下了大楼 事后 他们带着光头佬躲进了一个房间 雷德开始逼问光头佬独妈到底在害怕什么 为什么不顾一切也要将他们留下 可不管他如何温柔地劝说 光头佬都只有一句话 看不下去的阿珍及时制止住准备下狠手的雷德 接着用超能力入侵了光头佬的思想 阿珍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原来这栋大楼竟是新型毒品卖不动的生产基地 整个城市的生产和销售渠道都被毒妈的帮派垄断 了解到真相后 雷德产生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他要指导黄龙杀到毒妈的老仇 就在两人查看地图时 两个小卡拉米紧张地举着枪对准了他们 身后的光头佬趁着两方对峙时 偷偷地挣脱手铐一把将阿珍制住 雷德健壮立马切换炫晕弹将卡拉米制服 可他刚一转头 光头佬却控制着阿珍坐上了电梯 他带着阿珍回到了位于顶层的帮派基地 小弟们看到光头佬抓到一名判官 而且还是个金发大美妞时 顿时都兴奋坏了 可毒妈二话没说给了光头佬一拳 为了避免后续更多的麻烦 他命令光头佬只准以正常的手段枪决阿珍 也就在这时 负责监控的小弟突然找了过来 原来他通过监控发现了雷德所在的位置 毒妈立马让小弟前去围堵 在乱枪扫射过后 紧张的众人将电话亭团团围住 可打开门后他们才发现中警 眼睁睁看着又一批小弟被团灭的毒妈沉没了 他决定用出最后一招 很快四名新的判官来到了大楼门口 他们先赶走了两名收到雷德消息赶来支援 却被毒妈以大门故障为由挡在门外的队友 接着直接来到顶层找到了毒妈 原来他们早已被毒妈买通 队长二话没说先开口要一百万 作为报首他们会留下一人保护毒妈 另外的三人前去解决雷德 没过多久 雷德就遇到了他们其中一人 可在交谈之下 雷德敏锐地发现他只问了自己一个人的情况 却完全忽略了阿珍 意识到露宪的判官还没来得及反应 直接被雷德一套连招带走了 另一边 光头佬举起了阿珍的枪准备将他处决 但他却不知道判官的武器都是个人专属的 身份只要不匹配就会直接爆炸 阿珍一个飞腿将炸蒙的光头佬干掉后 拿着枪直接杀了出去 听到枪声的毒妈也意识到阿珍逃走了 这时保护毒妈的判官让他先躲进安全屋 由他亲自去解决掉阿珍 可就在两人碰面的第一时间 不讲武德的阿珍不自觉地用出了心灵感应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直接将他击毙 与此同时 雷德这边也无意间发现了大楼内的制毒工厂 他二话没说直接干掉两名守卫 在其余工人四散而逃的同时 另外两名判官也听到动静赶了过来 雷德用最后一枚爆破弹击杀了其中一人 但竟梁觉得他也被剩下的队长逼入了绝境 队长细耍般地用穿假弹将雷德击伤后 却没有急着将他解决 而是开始了反派的统一流程到逼到 所以不出意外 下一秒他就理所应当地被赶来的阿珍机饼 等雷德处理好身上的伤势 他们来到监控室找到了负责监控的小弟 阿珍利用超能力顺利得到了安全屋密码的同时 也意外地发现了小弟是被独妈所挟迫 于心不忍的他将小弟放走后 两人最终也见到了大宝斯独妈 可诡异的是独妈却好像并不准备反抗 而是露出了手腕上绑定了他心跳的传感器 他告诉雷德只要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那么传感器就会引爆埋藏在整栋大楼的炸药 到时候大楼内数万无辜民众都会给他陪葬 但显然他还是低估了雷德的冷酷 腹部被击穿的独妈生无可恋地倒在了床上 雷德拿起桌上的麦不动强行给独妈扶下后 完成了最后的审判 接着他一把将独妈从顶层扔了下去 在麦不动的作用下 独妈眼里的世界被放慢了一百倍 这也让他的心跳维持到了最后一秒 所以等他摔到地面时 传感器早已经超出了最大的控制范围 就这样 最后的危机被成功化解 两人回到地面将闸门打开后 总部的支援才姗姗来迟 在故事的最后 阿珍成功通过了实习考核 这也意味着属于他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感谢观看